小客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前方出現黑影不斷的跳動 小客車駕駛趕緊停下車 仔細看才發現是一顆大輪胎 只是輪胎從哪裡來 原來是這台連接車 就怕有危險 小客車追了5公里才追上連接車 小客車連按喇叭示意 連接車靠邊停 連接車駕駛才意識到 自己的輪胎在半路噴飛掉落 事情發生在國道六號國興路段 根據了解連接車會輪胎掉落 是因為輪軸斷裂 連接車為了行駛穩定 通常會設計四顆以上的輪胎 不過少了一顆輪胎 在道路上行駛 如果有載重的話 容易造成車輛傾斜 輪胎業者說 應該立即停駛 輪胎都還有支撐 但是以安全為主 我要立即停止 那個還是有安全疑慮 還好這件輪胎掉落的事故 沒有人受傷 國道警察說 如果行徑在道路上 發現車輛有異常的時候 要打方向燈 並注意後方來車 以漸進式方式 華麗車道 等待救援 華視新聞論學系 縣中卓大鄉 難投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